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会选好一点的 因为第一次 第一次留个好印象吧 是不是 客人 中午好 咱们家都是套餐 没有单点 您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 这几款 这是咱们家最经典的冬藏业 这个竹菜是食肿豆牛小排 和咱们家的招牌 葵手家团烧海参 那就这个吧 冬藏吗 冬藏 咱们两位是吧 对对对 两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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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 你叫什么 世穷 好 世穷 好了 走 好 我已经点菜了 等会儿呢 你点的啥呀 他们这边有个套餐 你只好能看一下冬藏 好 好 有问题 你是打车过来的吗 不 我开车过来 开车过来 十分钟就到了 可以可以可以 你怎么样 我是打车过来的 但我之前来得早一点 对对 看了下来 环境还不错 对对对 还挺好的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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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哇 看起来好好吃 对 你选的吗 对对对 是的 好 你是学医学的 可以可以 你是学什么 你是学金融数学 数学还挺难的 我觉得 我上了大学之后 本来就想我再也不碰数学了 结果没想到最后做的自己 就很疯了 你已经逃不掉了 对 你是做一级的吗 对 一级 算战头 我是做二级市场的 股票研究员 股票研究员 对对对 你要是做二级做了多少年 三年 直接和间接管大概十个亿左右 不用了 那还挺大 很远的 好 尊敬的贵宾 中午好 我是您的朋友玩家 吉祥 我给您介绍一下无用的餐厅 这是由贵宾特意为您选的 我们这里最经典的套餐 历史都藏眼 我们套餐里面的食材 都是选自国内最好成立的 顶级食材 我还想问问你为什么 要挑这么好的一个餐厅 对 对 担心你破费 那我问你 你会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好多的方面吧 如果说硬件和软件的话 软件的话 我觉得肯定就是人品上面肯定 就是要比较重的这种 是 对 然后可能学历上面 然后就是大家至少就都受过高等教育 然后家庭上面可能我会觉得说 就是希望至少就是父母双方是受过一些教育的 那所以你呢 你会觉得想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还是希望能找一个工作上也有一点共同话题的 这样其实会比 就完全不了解对方是干什么的 或者隔行如隔山的那种 嗯 那种会好也相当于相互扶持或排友解难吧 我觉得倒就是不必要特别完全重合 对对对 因为那样的话你就会造成一个领域上的竞争 是的 就是你懂的地方他也懂 可以有一种互补性感 互补的 互补的 结婚有时候我觉得跟谈恋爱还不太一样 就说可能还会涉及到双方那些就是父母的一些情况 可能是两个家庭 就是你对这块有什么 我倒不太会你看别人的这个父母是什么 因为你是跟你喜欢的那个人结婚 而不是你跟那个人的什么爸爸妈妈结婚 对 不过双方可能会是在后面就是很多问题上 我觉得也会有父母的很多异点的参与 是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独生子女 但我是这样 我不是独生子女 是的 对 就可能父母会就很在意你这些地方 就两个家庭能够和谐的相处 对 所以叔叔阿姨他是主要是做哪一类型工作 这样一个 我二叔是做房地产公司的 好 然后我爸爸就一直是跟着我二叔 经常去家族起 我慢慢问一下 就是你们家族的房地产是属于哪一部分 房地产 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南京的中小房地产开发生吗 比如我们家自己的小区就是自己家盖的 对 因为我们家其实也是 就是王华老师在北京这边 我们现在住的那个小区是我们家开发的 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小康这家这一种的 我觉得是ok的 但如果是差的非常非常软的那一种 可能我觉得就是还是希望能有一定的保证吧 我觉得 我忘了是南京信息技术工程还是什么 我忘了 对但他说是一个衣本 对于他可能不是98521这个事情 我可能略微有一点点的介意 对 但是呢可能因为我在跟他聊的过程中 我觉得他整个人是很积极向上的 就是一再强调他很喜欢他的工作 也很有热情 并且真的是挺努力的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状态 就是也不能说你用高考这件事情 把所有人都拍死了 但是这个不是说平凡所有人的一个 统一标准 对 这啥? 这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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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这啥? 这啥?这啥? 这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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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比如在恋爱的过程中 你会很不喜欢就是哪些点 其实我不喜欢很丧的人 就不喜欢这种负能量特别多的人 比如他不喜欢他的工作 回到家里面呢 他其实一定是一个要发泄那种状态的 那像你之前的 比如说恋爱的对象 有跟你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吗? 你直接问我之前有几个对象朋友 就类似吧 对 其实我感情经历比较简单 我之前就是上学的时候呢 就是比较沉迷学习 我跟那时候暗恋自己的一个学姐 但我跟她又不在一个城市 我以前会给她叫写信一样 然后来来回回四十几分吧 OK 其实类似一种成长 比较我跟她聊的话题 也不会去触碰暗恋嘛 你不能 对啊 所以你其实没有真实地跟她在一起 所以她其实也一直是把你当成一个 就是好朋友的这样一个状态 可能我自己也没有 你也没有表露出来 没有表露 就是因为其实实际也不合适 那你工作之后也 工作之后有 工作之后 就来北京之后 有一个香港同学也在北京 但其实也没有那么顺 我坚持 好 面试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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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继续 没事 我先尝一口这个 有工作之后就是 就跟她是相当于是我同学 而且那时候自己也知道 就是说你再也不能够用理性 来驱使自己了 而且就想去谈恋爱 但那时候我觉得 我不太会知道跟女生相处 我觉得好目的 那时候 真的 我其实我就 所以后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分开了 就是我们俩 没到那个地方 就是好多次约会 就也不算正式在一起 没有 对 其实这样 我那时候的表达能力 还比起来差多了 对 所以你是不会去 主动地去追求的 不是 我再主动地追求它 但是 我不太懂得 怎么去推进关系 你知道吗 那时候 然后我觉得我就做了 好多错的事情 其实本来就是说 那时候也相当于 特别容易促成的 实在不行就说一句 对吧 到底行不行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干脆的 那个人 其实其实好可惜 明白明白 理解你的心情 我在这个上面 可能跟你有一些观点 不是特别一致 就是 我会就是说 其实很多的缘分 也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 就是很多东西 如果你让它就这么错过 它可能真的就这么错过 是 我觉得就是主观浓动 主观浓动性的这一部分 其实还是要有 那又不聊了 聊到你的那个 情感经历吧 我其实一般 倒是都是被追的 对 然后 基本都是同学 所以可能我整个是 偏向于被追的这个类型 对 然后也没有就是特别主动地去 进攻过什么 但是我觉得说 其实我觉得男生如果不主动的话 所以在我的角度看来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 是的 就这样了 那比如说在你 比如追你的男生 大概是什么类型 一般都是人品就是很正 然后性格都还挺温和 但是也有后面就是交到 就感觉不是很型的 然后所以也就导致了 我现在可能有一些标准上面 就比如说就是冷暴力这种的 我觉得就很不好 就是我觉得你有什么事情 对大家就要沟通嘛 然后你去解决 然后可能也会相对喜欢 心智偏成熟一点的 对 就是就给你安全感 我觉得需要这方面 所以你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一家餐厅 这家就是环境比较好玩 我来过一次觉得比较适合 来两人见面吃吃吃吃吃一下 对对对 好啊 谢谢你的用心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对啊 我今天给你带一个 一个小礼物送给你 谢谢 这是我 这个是 这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植物嘛 就是 你喜欢植物 对对我比较喜欢植物 后面都可以介绍给你一个故事 还挺好的 还挺漂亮的 对对对对 谢谢 然后比如说这个是叫水仙百合 一份色的 然后这个小苍蓝 对 这个有什么讲法吗 这些话 花语什么 花语就是今天见到你 感兴趣 谢谢 对对对 太甜心了 对对对对 好呀好呀 你车在哪边 好呀好呀 好嘞好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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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今天 今天整体这女生还挺好的 就是跟她聊得还挺不错的 如果有机会 或许可以跟她再深入交流一下吧 对 她其实是 我就是能画入 我喜欢的那里面 就整个聊下来的感觉也很棒 然后人 也很阳光 也很开朗 然后她也很有自己的一些见解 整体的来说 你对她的影响还不错吧 整体还行 她如果再邀请我去 玩一次什么的话呢 我觉得 你还会跟她继续见面 也可以再了解一次 对 就是但是我没有那么强烈的要求 就是我一定要见她 如果一个男孩子 约女孩子第一次见面 约到了一个高档的饭店 她可能是想给对方留了个很好的印象吧 但是第一印象好坏 不是看地点 还是看人 人与人之间的第一次见面 第一个印象 是在经过四分之一秒之后 眼前一亮便做出的判断 所以呢 还是要在该下功的地方下功夫 比如说 真诚的微笑 多提别人的名字 做一个聆听者 谈对方感兴趣的话题 总而言之啊 用真诚的方式让对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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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啊 别按摩 爱 incidents 游客 新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